OK那么第六个大的问题是其他应付款的核算 先说第一个小标题 核算的内容 这个是需要大家掌握的 是可以命制一道选择题的 那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 其实是可以对照着在资产章节 所学到的其他应付款的核算内容来掌握 那么咱们先看第一个应付短期租入固定资产 和租入包装物的租金含预付的租金 为什么强调短期呢 如果说不构成短期租赁 不构成低价值资产租赁 那么按照新租赁准则 对于成租人要确认使用权资产 要确认租赁负债的 这样的话呢 租金费用是按照实际利率法来确认 而我们这里边强调的是什么 直线法确认租金费用 我们要带一个什么 其他应付款要进一个相关成本费用 所以呢 强调的是短期租赁 OK 那么第二个是存入保证金 比如说我们收取的包装物的 就是出租的包装物的押金 这样的话呢 我们是站在 那站在租赁合同双方的角度 你说这里面的第二项 我们是什么人 第一项呢 他讲的是 我们的身份是成租人 那么第二项呢 咱们的身份是成租人吗 不是 我们的这个身份呢 就是啥了 是不是就是出租人了 把包装物租给别人 然后向他收押金 将来如果完毕归照了 我们还要把收人家的押金 你退还给人家 所以收上来的时候呢 我们要进一个银行存款 我们要带一个其他应付款 好 那如果是对于对于第二项啊 如果是就是这个押金的问题 如果是成租人 我们付给出租人的那个押金呢 那是什么 那是其他应收款 好 再来第三个是应付暂收 所属单位个人的款项 那么第四个呢 是售后回购方式 融资所确认的负债 那么这个内容呢 我们第二个小标题呢 要讲解它的核算问题 所以说第四项内容 我们要做重点来掌握 好了 咱们通过一张表格 把它的这个核算呢 给大家总结一下 当然这个问题呢 将来讲收入这张内容的时候呢 我们会讲的比较全面 那这里边它讲的是 售后回购的一种情况 就是主动权是在销售方这边 而且呢 是回购价大于等于原来的售价 它是属于 就是本质上呢 它是属于融资的行为 好了 那么站在 我们销售方的这个角度 销售这个时点 不满足收入确认条件 因为没有转移它的控制权 将来还要往回买 所以呢 按照收的这个 就是按照出售的价款 我们借银行送款 带一个其他应付款 比如说售价是多少钱呢 比如售价是100万元吧 我们借银行送款带 其他应付款是100万 假如说将来的回购价 是120万元 回购期假定是一年的时间 就意味着120万 减掉100万的差额 这20万本质上呢 相当于是融资的利息了 这个利息呢 我们要在回购期内分析来确认 带一个其他应付款 借一个财务费用 正常呢 应该是每月做一笔 我们按照年度来的话呢 把它合到一起 这个金额是多少 20万呗 借财务费用 带其他应付款是20万 这样的话呢 其他应付款的余额变成了多少 100加20呢 是120 它就等于我们将来的 一年之后的那个 回购价了 所以呢 假如说不考虑税的问题 我们付给对方120万元 带银行存款 然后把东西呢 买回来 借方充其他应付款 就可以了 好了 咱们看一个例子 说假公司是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 适用的增值税税率呢 是13% 二毛二一年的5月1号 假公司与乙公司签协议 向乙公司销售一批商品 它的成本是90万元 那么增值税专票上 著名的价款是110万 用110万乘百分之乘13% 我们算出来的增值税 是14万3000 好了 那协议规定 假公司应当在二毛二一年的 9月30号 将锁售商品购回 这样的话呢 回购期是多久 56789 一共呢是5个月的时间 对吗 对的 好了 回购价呢 是120万元 而我们当时的售价呢 是110万 回购权在假公司销售方的首领 而且呢 回购价大于原来的售价 所以说本质上是一个融资行为 好 另外需要 另外回购的时候呢 需要支付增值税 用120乘13%是15万6千 就是增值税的处理呀 不受到我们融资的影响 就是站在税法的角度 那它还是一个购销的行为 我们之前卖掉这个环节呢 要确认一个销项 将来回购的这个环节呢 我们要抵扣一个金项 只不过会计处理啊 没有确认收入 没有借赚成本 是按照融资处理的 好了 那么货款已经实际收付 不考虑其他相关税费 针对这个业务 我们做一下双方的账务处理吧 就是税务师的教材 针对这个业务呢 它讲的还比较全面 就是销售方和那个购货方的处理呢 它都做出来了 只不过它教材的这个做法呢 有点瑕疵 先说销售方 假公司这边的处理 那我们把商品发出去 就是把它卖掉收钱 收了多少钱 收了不含税 是110代其他应付款 好了 那么税呢 14万3000代一个销项 这样的话呢 价税合计 我们收上来124万3000借银行存款 好了 那同时由于我们 如果说我们把商品发出的话 要带一个库存商品 能截转主营业务成本吗 是不能的 因为这边没有确认收入 但是货呢 如果发出的话呢 我们要做一个一库的处理 就是要带一个库存商品 借一个发出商品 而我们教材呢 这边比较有意思 使用的是合同资产 不合适 或者说不客气的说是不对的 别较劲了 你知道就行 这是90 好了 那下面呢 由于回购价大于原来的售价 这个差额呢 是属于利息 我们要在每一个 就是要在回购期内 每一期间 每一个月呢 进行进行计题 把它寄入到财务费用 用120减掉110 这是总的利息 除以五个月 每个月呢 是两万块钱 那咱们要进一个财务费用 我们要带一个 其他应付款 是两万块 注意这个账呢 我们要做五笔 那做完了以后呢 其他应付款是多少 两万乘五呢 是十万块钱 这样的话 其他应付款的余额呢 由110万加10万 变成了120万 那么这120万呢 恰恰是它的什么 将来回购期借满时的 那个回购价款 所以呢 第三就是到9月30号 回购期借满了 那我们怎么样 我们付钱回购呗 回购价是120万元 这样的话 我们借一个 其他应付款一把 正好把它充了 那同时呢 我们抵扣一个 镜项是15万6 这样的话 价税合计是 135万6千 带银行存款 那由于说这个商品 又回来了 是吧 把它买回来 代发出商品 进一个库存商品 就可以了 好 以公司买方这边的处理 我们这边按照融资做 它那边呢 就按照投资作备 我们这边的那个价款啊 确认了一个 就我们当初的那个售价 那个就是出售的那个价款 咱们是使用其他应付款了 就意味着买方这边呢 他付的那个什么呀 买价要确认其他应收款 所以呢 以公司第一笔分落 第一笔分落 收到商品时呢 他要不要确认存货 他不要 因为那不是他的存货呀 所以呢 他按照付出去的这个买价 借其他应付款是110 那么底扣的增值税呢 是14万3000 带一个银行存款 带一个银行存款 是124万3000 好了 那我们讲那边 确认每一期的利息费用 以这边就要确认 每一期的利息 收入金额呢 是一样的 每一期呢 是2万块 借其他应收款 代方充减财务费用 那么注意啊 充减财务费用 相当于是确认利息 收入 再来 9月30号呢 把商品呢 再回收给甲公司 收的价税合计 135万6000 借银行存款 然后呢 把其他应收款的余额呢 是120万给它充掉 你看 我们这里边 其他应收款 第一笔呢 是110 随后呢 我们确认 一共是5笔利息收入 这样的话呢 每一笔借的其他应收款 是2万块 乘5呢 是10万 要110万加上10万 这个结果呢 是120万 从代方把其他应收款 充掉 然后我们确认一个销项 是156000 就结束了 好 那下面我们看 18年的这个单选题 说下列交易 或是像 不通过其他应付款 课目核算的事 A呢 是预付租入包装物的租金 那我们应付的租金 包括预付的这个租金 都要通过谁呀 其他应付款核算 所以这个选不选呢 这个不选 再来B呢 是出租固定资产收取的 看到了吧 是押金 收人家的押金 将来要退还的 所以呢 我们要通过其他应付款核算 那这个也不选 C呢 是存出保证金 作为成租人 租人家的东西 我们付了一个押金 将来往回收 那叫其他应收款 所以呢 这个C 是我们这个题的答案 正确答案 再来D呢 是应付短期租赁 租入的固定资产的租金 是通过其他应付款核算的 所以呢 这个题的答案呢 就是C选项了 16年的单选 采用售后回购方式销售商品时 那么回购价格大于原售价之间的差额 利息啊 那我们在售后回购期内呢 按照按期计题利息费用应当代计的科目 是其他应付款 选项C是正确的 好 下面一个多选题 说假公司是一般纳税人 适用的增值税税率呢 是13% 那么二毛二一年的1月1日 假公司与乙公司签协议向乙公司销售一批成本是80万元的商品 那么假公司开出去的专票上著名的价款是90万元 税呢是11.7万 同时呢约定假公司应当在二毛二一年的6月30号将所售的商品购回 这样的话呢 回购期是多久 回购期呢是6个月的时间 那回购价呢 是100万元高于原来的售价 而且回购权利呢 在销售方假公司的手里 所以呢 这个业务站在假的角度呢 是一个融资的 是一个融资的行为 另外呢 向乙公司支付增值税是13万 那假公司和扩款呢 已经实际收到不考虑其他相关税费 那假公司在发出商品时呢 下列分落正确的有 看看吧 A这边搞出来一个未确认融资费用 那这个就错了 B呢 我们带一个其他应付款是售价90万 然后带一个销项是1.7 然后借一个银行存款101.7 那这个B是对的 再来 C呢 走了啊 他截转了一个主营业务成本 那这个就错了 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不确认收入 当然也不能够截转成本 那4D呢 是呃 他怎么做的 他在销售这个点上就确认财务费用错 是在回购期分期来记题的 那E呢 带了一个库存商品 借了一个发出商品 是他的成本价是80万 那这个是对的 所以我们这个题的正确答案呢 是B和E这样两个选项 呃 分录呢 大家自己看一看就可以了 好我们看下一个多选题 说下列项目当中 应当通过其他应付款这个科目 核算的有 A呢 是应付包装物的租金 应付的租金是其他应付款 选上 B呢 应付职工的工资 那叫应付职工 薪酬不能选 再来 C呢 是存入保证金 存入保证金 收人家的押金 将来要退等 所以呢 这个是什么 其他应付款 再来那4D呢 是应付短期租入固定资产的 租金没有问题 其他应付款 再来E呢 是应付生育保险费 这是应付职工 薪酬 所以我们这个题的正确答案呢 是ACD这样三个选项 好 下一个多选题 那么关于负债的表述 正确的有 看一下A 说交易性金融负债 按照供应价值进行初始计量 和后续计量 没问题 相关的交易费用 直接记住到当期损益 正确 它的处理原则 跟交易性金融资产呢 是类似的 好了 2B说采用售后回购方式来融资 那么回购价与原售价之间的差额呢 应当在回购期间按期来转销 确认利息费用 对呀 然后他说 借了一个其他应付款 带了一个财务费用 方向搞错了 那这种选项呢 明显的在侮辱 税务师考生的智商 那考借贷方向 C呢 是应付短期租入固定资产的租金 应当通过其他应付款 科目核算正确 再来 D呢 说企业出售交易性金融负债时 应当将针对该交易性金融负债 在存续期间确认的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截转到投资收益 那我们教材呢 包括筑块的 包括税务师的 还有这样的一个 还体现这样一个做法 那就认为它对呗 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啊 好 那么E呢 说应付票据于应付账款 虽然都是由于交易 而引起的流动负债 但是呢 应付账款 它是属于尚未结形的债务 而应付票据呢 是一种期票 对应的是商业汇票 是远期票据 它是延期付款的证明 正确 所以呢 我们这个题的正确答案呢 是ACDE这样四个选项 好 那下边 我们把2016年 从职工薪酬 这一节出的一个计算题 拿出来给大家讲一讲 好 黄河公司系上市公司 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适用的增值税税率 是13% 那么黄河公司 一共呢 是有520名员工 其中生产工人380人 对应的职工薪酬 所生产成本 好了 那么车间管理人员呢 有60人 对应的职工薪酬呢 是进入到制造费用 OK 好了 行政管理人员呢 是50人 对应的职工薪酬 是把它进入到管理费用 好 销售人员呢 30人是进入到 销售费用 体现授赢原则 好了 205年12月份 发生的与职工薪酬 有关的事项如下 第一个呢 说本月应付职工工资总额 是500万元 所有人的 其中呢 生产工人的工资是350 车间管理人员呢 是60 行政管理人员呢 这边也是60 是吧 销售机构的人员呢 是30 后边有一问 问的是往管理费用当中去寄的 那这里面是哪一个呢 对于工资的部分是哪一个呢 是这个60万元 好了 那第二组资料分别按照 当月工资总额的2%和8% 来记提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 那么根据当地政府的规定呢 按照工资总额的10%来记提并缴存 五显印记 所以呢 往管理费用和应付职工薪酬 说管理费用吧 当中去寄的金额 除了工资这60万以外 还有按照60万为基础 乘上2% 8% 10% 寄提出来的工会经费 教育经费和什么 和五显印记 别忘了这个 那我们做账呢 都要带应付职工薪酬 都要借管理费用的 好 那么第三组资料呢 是公司为10名高管 每人呢 租赁看好了啊 是10名高管 每人呢 是租赁住房一套 并提供轿车一辆 那一共是多少套啊 10套 一共是多少辆啊 10辆呗 好了 免费使用 这叫非货币性的服务力 每套住房的年租金 是6万块钱 年初已经支付了 看好了是年租金 而我们后面的题目呢 问的是月呀 所以这块得出一什么呀 得出一什么 12了 注意 每套住房的年租金呢 是多少呢 是6万块钱 那只能假定它是什么 那么只能假定它是什么 它是短期租赁了 这样的话 我们才可以按照直线法确认租金费 好 那由于呢 每套的年租金是6 一共要租给它租给他们多少套 10套 所以说10乘6是全年的 如果算12月份当月的 你还得除以一个12啊 就是考的比较细致 同样的道理 那么每辆轿车的年折旧额呢 是4.8万元 也就是说这个车 大家注意这个车呀 是我们的固定资产 提供给管理人员免费使用 所以说每一期福利的金额相当于是什么 相当于是折旧金额 那注意这4.8是每一辆的 一共多少辆啊 10辆 所以是4.8乘10 这是全年的 算12月份当月的 还得除以一个10 由于呢是管理人员 所以呢职工薪酬的费用 是把它记录到管理费用 接着走 第四呢是公司为每一名职工 发放一台资产的产品作为福利 相当于是卖给职工一样 要确认收入 要节转成本 好了每台的成本是0.4万元 那么市场价格每台呢是0.5万元 不含增值税 那我们后边的题目有一个呢是有疑问呢是让我们算往管理费用当中去记的 那你说这个得怎么算 我们作证的话呢是要带应付职工薪酬借管理费用 同时呢借应付职工薪酬带主营业务收入带销项税 所以呢往对应管理人员的应付职工薪酬和管理费用当中去记的 这个金额呢是价税合计 价呢是多少是0.5啊 人家这个说的是什么是一台的呀 而我们管理人员是多少人回去查一查 管理人员全行政管理人员是多少人 是50人呢 就是第四组业务往应付职工薪酬和管理费用当中去记的金额 那得是50个人乘多少乘0.5 还要乘上一个什么 一加13%的增值税税率 准备准备啊 好了 第五组资料 就是考到了现金结算的那个股份支付了 好了20某四年的1月1日 公司向100名核心管理人员 每人呢 授约1万份现金股票增值权 那么根据协议的规定 这些人员呢 从20某四年1月1日起呢 必须在公司连续服务满三年 这叫等待期 那即可按照当时的股价增长幅度获得现金 这个增值权应当在20某八年的12月底之前行使完毕 行权的有那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说从什么时候开始行使 从20某四年 某四四五六七 连续满四年呢 那可行权日呢是什么呀 可行权日呢是四五六七对吗 可行权日呢是20某七年的12月31号 20某七年的12月31号 然后他说在20某八年的12月31号之前怎么样 行使完毕 就意味着行权的有效期只有一年的时间 来20某四年的 20某四年的12月31号 这是等待期的第一年年末 那么这个股份支付确认的应付支工薪酬 代方的余额是200万元 直接给了 那20某五年12月31号呢 就是等待期第二年年末 每份增值权的供应价值呢是10块钱 那么至20某五年末 有20名管理人员离职 估计未来两年呢还将有10名管理人员离职 这样的话我们站在20某五年12月31号 这个点看未来 一共要跑掉的人数有多少 那就是20加上10倍 所以呢运气未来能够行权的人数 我们在100的基础之上把20和10呢通通给减掉 用运气未来行权的人数 乘每一个人的分数呢是1万份 再乘每一份增值权 再乘每一份增值权 在20某五年末的供应价值给的吧 给了是10块钱 这是总的什么 这是总的成本费用 那我们算截止到第二年的 你还得乘上一个等待期四分之一过等待期二 再乘一个四分之二 算出来的就是截止到等待期第二年 20某五年末应付职工薪酬这个账户的期末余额 用期末余额减期出余额 期出余额呢就是20某四年末的这个余额 多少二百 差额是20某五年当年应付职工薪酬的贷方发生额 分路呢 贷应付职工薪酬借啥 由于是管理人员借管理费用 所以这个业务也影响谁了 也影响管理费用了 好了那假定不考虑其他业务和相关税费 根据上述资料回答下列问题 我们先看第一问 说针对上述事项四 诶 事项四是哪一个呢 回头查一下 事项四是非货币性福利的这个 自产产品发发给职工这个 他说针对这个事项四干嘛 20某五年12月 黄河公司应当确认的主营业务收入金额是多少钱 那就是商品的售价呗 来吧 每一台商品的售价是0.5万元 一共是有多少人呢 因为每个人都有份 回头查一下 来我们看一下这里面的第四个资料 他说为每名职工都发放一台资产的产品 一共有多少名职工啊 一共有多少名 一共是有520名职工 每人一台 每台的售价的是0.5 这样的话呢 用520乘谁 用520乘0.5就可以了 这个结果是260万元 那我们要带一个主营业务收入 同时呢 用这260乘13%带一个销项 然后借应付职工薪酬 同时呢 带应付职工薪酬 借相关成本费用 好 那么第二组资料 针对上述事项5 就是股份支付那个 所以20某五年底呢 黄河公司应该股份支付 应当确认的应付职工薪酬 代方的发生额 是多少钱 那思路刚才都给大家梳理过了 那我们直接算数字吧 要100是总人数 减掉已经跑掉的20 减掉未来还要跑掉的10 是预计未来能够行权的人数 成美人呢 是1万份 整个每一份增值权最新的供应价 是10块钱 好了 我们再乘什么 等待期四分之以过等待期二 这再减掉什么 这是20某 截止到20某五年末 应付职工薪酬的期末余额 减掉它的期出余额 就是截止到第一年年末的那200 结果是150 选项4D是正确的 好了 第三问呢 是根据职工提供服务的受益对象 说黄格公司20某五年12月份 看好了 10号题是12月不是全年 12月发生的应付职工薪酬 应当记住到管理费用这个科目的金额是多少钱 在考场上 如果说之前功夫没有练到家 没有刷够一定量的题目 像这一问啊 就有可能出错 所以平时一定要加大练习 来吧 我们应当记录到管理费用当中去的金额呢 我们就一个一个找呗 首先工资的部分 对应管理人员的有多少 前面给了 在哪个位置呢 记得是在大概是这个位置 是不是这个位置看到了吧 那总的工资是500 而管理人员的是多少 是60 那这60呢 是工资还有记忆题的呢 对用60啊 我们算一下 我们用60 这是工资 加60成什么 成我们那三个记忆题的比例 就是工会经费 教育经费还有那个是什么 无险一进 就是前面的第一个资料 那么第一个资料影响管理费用了 就是工资还有相关记题的这个费用 再往下是什么 再往下是那个非货 就是高管人员的非货币性福利 房啊什么车啊之类的 来那我们的那个住房呢 是不是住房 每套呢是多少 每套的租金 每年的租金呢是10万块 咱们回去查一查啊 回去找一找 在哪呢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就是资料3 那每套住房每年的租金呢是 是6万块 是6万块 是6万块钱 然后呢是10个人 每人一套 就是6乘10 然后再除以什么 千万别忘了除以12 好了还有车 车的话呢是折旧费 那么每辆车的年折旧 是4.8乘10个人 然后再除以12 所以把这个啊 把这个呢再给它加过来 在哪个位置呢 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来那我们加上6乘10除以12 再加上4.8乘10除以12 是前面那个资料3的非货币性福利 再加上资料4的那个 自产的产品 发放给职工 那么管理人员有没有份啊 管理人员也有份啊 管理人员是多少呢 是50个人 那每人一台 每台的供应价呢是0.5 所以呢50乘0.5 这是价 然后我们乘1加13% 因为作账呢 要带收入要带销项 借应付职工薪酬 然后带应付职工薪酬 借管理费用 好了 还要加上最后那个资料 股份支付的多少 150 股份支付的这个数字 我们上一问算没算过 我们已经算过了 所以这150呢 直接拿过来使用就行了 那最终加出来的结果呢 是259.25 选项C是正确的 好 第四问 黄格公司205年12月 应付职工薪酬账户 带方的发生额是多少钱 问的是应付职工薪酬 跟受益对象有没有关系了 没关系了 全都要寄进来的 所以我们一个一个算了 那首先呢 是公司总额呢 是500加上500乘上 这三个计题的比例的合备 我们要带应付职工薪酬 要借相关成本费用的 好了 那么往下走 那这个计算呢 是对应前面的资料一和资料二 前面资料三 就是租房 还有提供车免费使用的这个 把它加过来 我们都已经算过了 6乘10除以12 这个是房 加4.8乘10除以12 这是车的折旧 要带什么 带累计折旧 借应付职工薪酬 然后呢 带应付职工薪酬 借什么 相关成本费用 借那个是管理费用 那么租金的这个呢 是我们要带应付职工薪酬 借管理费用 同时呢 带银行存款 借什么 应付职工薪酬 好了 接着走 那么这个呢 是对应哪一个 是对应前面资料四 自产的产品 作为福利发放给职工 一构呢 是520个人 每人一台 每台呢 供应价是0.5 520乘0.5 然后再乘1加13% 因为做账的话 是带收入 带肖项 借应付职工薪酬 然后带应付职工薪酬 借相关成本费用 总数 再加上最后那个资料 股份支付的150 带应付职工薪酬 借管理费用 好了 加总的结果呢 是1052.8万元 找答案吧 选项C呢 是正确的 那这样的话 这个题呢 就给大家讲完了 总体来讲 这个题 难度不大 只不过呢 计算量稍稍大一些 尤其这里面给的数字 有的是年 然后有的是月 是吧 而我们问的是什么呀 问的是月 在考场上 如果紧张 如果不熟的话呢 容易出错 所以这个题呢 回头找时间 最好是再做一遍 来吧 那到这的话 我们这张的内容 要收尾了 按照以往的惯例 我们在正式结束 这张内容之前 通过一张思维打图 把这张内容 带领大家 做一个简要的总结 那么对于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不太重要 应付账款呢 关注现金折扣呢 是充减财务费用 那么无法支付的 那个应付款呢 是寄入到营业外收入 应付票据呢 对于银行承队汇票 付的那个手续费呢 是把它寄入到财务费用 来那应交税费 这里边增值税呢 大家重点是放在哪知道不 放在应交税费 下边的那几个明细账 如何来使用 尤其是谁呢 尤其是应交增值税 这个明细账 它下边各个专栏的使用 好了 那么消费税呢 我们重点是放在 伪多加工 应税消费品 那个消费税处理的 两种情况 如果加工收回来 也不高于什么 售托方的寄税价格 直接卖掉 或用于非消费税应税项目 适同销售 就把它寄入到 委托加工物资的成本 否则呢 抵扣寄入到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的借方 好了 那么其他相关税费 比如说土增税啊 我们重点是 关注不同情况下 核算的科目 如果说呢 转让土地使用权 连同建筑 在固定资产科目核算 最终呢 是把它寄入到 资产处置损益了 那如果是房地产 开发企业销售商品房呢 是把它寄入到 税金结附加 再有呢 关注一下 不通过应交 税费核算的那些税费 比如说车辆购置税 比如说关税 比如说耕地占用税 比如说印花税等等 好了 那么应付职工薪酬是这张最重要的一节内容 我们要掌握四类职工薪酬的核算 尤其是重点关注谁呀 重点关注这里边的短期薪酬 尤其是这里面的非货币性福利 带薪缺钱 利润分享计划等等 好了 那么对于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呢 要把握他的计算套路 每一期应付职工薪酬的余额怎么算 是用什么呀 预计未来能够行权的人数 乘上每个人的分数 再乘每一份增值权最新的供运价值 再乘上什么呀 等待期分支 已过等待期 那预计未来能够行权的人数 用总的人数减掉什么呀 已经跑掉的人 再减掉预计未来还要跑掉的人 那么最后呢 是其他流动负债 简单的关注一下交易性金融负债 它的核算特点 交易费用呢 是记住到投资收益 我们具体的利息呢 也是记住到投资收益 它的计量呢 属性呢 是供运价值 供运价值的波动呢 是记住到供运价值变到损业 原理操作上 跟交易性金融资产差不太多 好了 那么其他应付款呢 是把握一下 它的合算内容 尤其是这里面的 采用售后回购方式 融资形成的 其他应付款 那么回购价 大于原售价的那个差额呢 是作为利息费 分期来记提借财务费用贷 其他应付款 好了 那再有呢 像应付鼓励 应付利息 那么对于这个应付鼓励啊 是在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利润分配方案以后 董事会对外宣告 那也就是在鼓励 宣告日的这一天呢 要带一个应付鼓励 进一个利润分配 那如果说股东大会还没有批准 只是董事会进行什么 利润 拟定利润分配方案 我们只需要在报表付出当中 做披露怎么样 就可以了 好了 那这一章内容就给大家讲解完毕 谢谢各位